在黄河三角洲开发区与环渤海经济圈的辐射带上 秉承着中正厚重的奇鲁文化神韵 一座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时代风采的城市 德州正在崛起 德州正在崛起 德州是黄河的血脉运河的胶子 金户石德两大铁路干线与金户高铁与此交汇 金福高速公路等十九条国道省道纵横全市 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古往今来被誉为神经门户九达天渠 木华天堡地结人灵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先后孕育了董仲书 东方朔 颜真卿等一代代优秀儿女 他们从这里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全国新建本科院校的优秀代表德州学院就坐落在这片中灵玉秀的土地上 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德州学院正式成立 成为鲁西北地区唯一一所综合性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春华秋时进校以来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2003年学校荣获山东省文明校门称号 2006年学校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2009年学校被确定为山东省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和山东师范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 2010年学校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是山东省获辞殊荣的八所普通高校之一 被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评为山东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院校 办学实力不断增强 学校面向全国招生 现有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一万八千二百余人 教职工一千七百余人 其中教授副教授六百四十九人 已经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教师六百八十人 学校聘请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国内著名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兼职教授二百三十八人 其中院士五人 学校建有五十二个本科专业 专业设置涵盖了经济学 法学教育学 文学 艺术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和管理学等十一大学科门类 形成了以文理工管为主 多学科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的专业结构 和以本科教育为主 兼办专科教育 部分重点学科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办学格局 人才培养特色鲜明 2010-2011年 共有4523人报考研究生 上线人数2834人 上线率62.66% 超过50%的学生 被国家985-211中原大学录取 每年都有部分本科毕业生 被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等 重点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 在全国大学生科技文化大赛成绩斐然 获国家级奖50余项 省级大赛奖2000余项 学校运动员 在第六届亚洲皮华艇激流回旋锦标赛上 获两枚金牌 近几年大学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 2009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引内民对国校就业工作提出表扬 毕业生的高就业率高成才率和高社会满意率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 科学研究成果分数 届校以来 德州学院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已成为区域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现有科研所示48个 近几年承担和参与各级各类科研课题951项 其中国家级省部级近200项 获各级各类奖励953项 其中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 科学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应用研究具有较强的综合研究开发能力 学校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直接经济效益达16亿元 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学校与美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克兰、韩国等国 20余所院校建立了友好校际交流与合作关系 并开展了互派教师和留学生项目 在联合办学引进国外智力 共同举办国际会议 汉语国际推广等方面 取得了优异成绩 获山东省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先进集体的称号 自然景色与人文积淀融为一体 走进校园 碧草如荫 校叶如花 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在134.75万平方米的优美校园里 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图书馆、学生公寓、餐厅、银行、保健中心等设施完备齐全 学校以人为本 德州学院科学的办学定位和理念 较高的办学质量与水平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赞誉 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新闻媒体 曾对学校的办学成就多次系列报道 在全国引起反响 大鹏乘风起 扶摇九万里 德州学院正乘着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东风 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向着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 迫步向前 谱写更新更美的篇章 德州学院是你理想的选择